Hello,大家好,我是章梅新 今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马会 其实马会我从小到大,包括现在 我都觉得是一个很prestige的club 因为你不是说给钱就能入 而且里面又不准讲电话 里面的东西其实挺好吃的 我小时候其实都会久不久去马会 因为我爸爸妈妈其实是马会member 是full member 马会有几个member 他是马主member 就是马会clubhouse的member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 我一到小朋友就有扑属卡 当时我把马会卡都要带一带 去配合尊贵的身份 我把小朋友的卡我已经找不到 但是我小时候的样子 大家加入了陪生陪生的member 看到我小时候的样子多么cute 我的样子是这样的 真是很帅的 看着天的 这个马会的member 但是我觉得人们一到十八岁 就会没有附属卡 其实是有点串层 因为马会member是要 很多的board 一起去name你 才可以去加入 其实我妈妈和爸爸 现在都已经在说 爸爸六十多岁 妈妈差不多六张 我妈妈算是年轻的那一代 去到我三十岁 都不算很年轻 但是我身边的朋友 是full马会member 其实都不是很多 例如golf club 很多时候可以用钱去买amc 去买country club 用钱去买皇潮会等等 但是马会是 要很多fulting member去做 当然最高的level 就是hong kong club 大家真的要很prestige 每个都是sir,bps,太平新市 同志兴花以上才能去 有身份的马会 我觉得这个有点断层 但是我一直喜欢马会吃东西 小时候也在马会 有些开心的经历 因为那时候可以打机 有个food court 给你去买东西 那些年轻人很喜欢跟我打Pokemon 那时候真的有一部gameboy 要连线 拿一条线去拼 那我就是很厉害的 那些小伙子呢 是100 level的Pokemon 都没有了 我只剩100 level基本 还要是我的招是配合了 我每个东西是拍胃哥拍到爆 即是那些敏捷型 要拍敏捷 力量 要拍到力量 拍到尽 那跟那些年轻人打 那和和你去倒东西吃 那你滴妈妈一张卡 你会不会给cash 那便滴 继续cut 爸爸妈妈找到车来吃东西 那基本上呢 我就免费吃东西 那楼下有个小小的rk 那又挖起那些年轻人钱去打机 因为那些Pokemon 真的很威励 一只基本上抽到六只 那我试过有一条年轻人 用复制 复制了六只超梦梦 那你说真的 以为超梦梦很好打吗 一只飞天堂囊就搞定六只 明就明 你不明就不明的了 总之飞天堂囊就黑超梦梦 旧版 那你真的不知道 其实我太爷有很多个小朋友 我太爷有十几个儿子 我爷爷都有十个女儿六个儿子 我爷爷的弟弟 我现在的叔公 很多都有养马 我发觉我的堂兄弟 我的堂伯父 很多都有养马 我爸爸都有一只团体马 但是呢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在我们这一代再小的 越来越少人看马 就是说得出多少马名 说得出多少骑士名 大家都知道香港菜马 是一个香港人的精神 但是为什么我们对马的知识 我连我老爸的马叫什么名 我都不知道 我团体马有赢过 我叔叔的马 他有多少只我又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他有很多人玩马 那只马叫什么名 我又不知道 那也开始近日 为什么我会关心到 主要有两个原因 因为有很多人开始卖马 就是说 有很多英国读书回来的那些 有几个人比我 就是卖马 因为我说中国有机会 开放什么赛马 什么竞技表演项目 那样的东西 没有很需要马 那也都是 在马会那里做的女生 很多都会很严重 那你跟他出了两嘴 都要认识一点点马 那我因而 就了解了一点点 和马有关的东西 那很多时候 那些人要买千多万 二千万 又说不叫自己配种 因为通常买马 很多是英国人 买给你的 那些外国人 很契狸的 他们在买马之前 就黏了它 那只马没那么粗 你都神经的 你黏了当然没那么粗 那其实实际上 就不是黏了它跑得快些 是因为黏了它 你不能自己配种 你一定要跟它继续买马 那很多时候 那些马就是马王 和马后 一起生 或者挺漂亮的血统 那一马就 overall 会贵一点 那今天我打LL 我要买选手 这个是SKT出来的 SKT的练习生 这个是冠军队的练习生 那会贵一点 其实它也是练习生 那由于就是 因为有个品牌 血统会好一点 那至于你说 为什么这些练习生 特别厉害呢 你买五条烟 实际上联赛的收益 可能是100元 但是我用了500元 去买一个玩家 我用2500元 去玩一个100元的东西 所以有些人 纯粹喜欢拉头马 那是一个很贵的一个项目 那你的马 因为你的马主的马位 不是每个都可以有 是又要抽签 又要逼 那当然是有个价 但是问题上实际上 那个马位 就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 不是有钱 就立刻可以拿到的 所以有些人塞好位置 有些人塞好位置 你拉的头马 基本上都未必有钱 有时可能是马 跑两跑 闭了要被人搬 又或者一只马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太购马 或者瘋了 那就是未必到 那也都可以 买一些便宜一点的马 就好像说 我在素云道清英区找 慢慢训练 可能买10只 就好一点 便宜一点 那一只很贵 那它总会好一点 就是名牌和不名牌 那你都分一下马的颜色 通常都是马工 就是可能分一些啡色的马 难读一些 灰银色的马 就是不同马 有不同的 就是你看马 看它的种族 看它的血 看它的颜色 或者看LL 这个是韩国选手 这个是香港选手 等等 你都会看它的背景 它的能力 以及它的赛区的问题 也不应该说 运动员和马去比 但是意思是 那个交易那样东西 可以做一个 一个是班主和马主 它如何去衡量 这样东西 去回报 OK 我也有很多人 由于是打开机 看我的台赛 所以我都用点竞 去做一个comparison 未必是最好的comparison OK 那练马斯也很重要 例如大家可能小时候去考试 大家都是考这一科 但是不同的老师教 不同的training course 都是不同的 所以练马斯很重要 骑士通常都是很轻的 几磅 一手抱起去的 不是 一只马跑 即是骑士不会重 OK 通常骑士是小小的 走去跑 不同骑士有不同的边法 有些喜欢在最后边 有些是在前面 所以骑士和马 都是跑不同的距离 有些是跑得短 有些跑得中 有些跑得长 很多时候 香港的马会躁底少少 因为地方小 它长期都是在那个洞 那里 那些马会躁底 那些马的performance 也有影响 那天可能一只马 吃错东西 吃东西 吃东西不好吃 被另一只马串 串 踢 有些马又赢 又有傲气 也有影响 那些马的情绪 有些马本身就很躁底 有些马是你不鞭 它就不躁底 所以其实练马斯 骑士和马的关系 都有些相关 当然我不是马的专家 很多人叫我投资去马 其实很多时候 我都觉得是 投资人的眼睛 所以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和他合作不了 可能我自己做售仇 都是帮他接触一些 potential马马的人 和他这个范围 但是我做中间人的话 你那些马不行 你那只马跑不到 是骂我的 是不是 你拍拨又走了 所以我都是没有碰 但是我觉得很 interesting 所以我觉得马会 其实这个年龄层那里 是断了很多的年轻人 由于那个 membership很难拿 而且18岁之后 就没有了一个full member 第二 我觉得赛马 是一个香港人的精神 就是我们香港人 是整天赢马的 但是在对 年轻人的宣传上 不是一定要倒马 去欣赏这件事 但是其实我自己也要熟马 但是那时候 我们对马的认知 和对赛马的认知 是不足够 那就断了层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多些 关注香港传统有的东西 和一些我们香港人引以为傲的东西 而可以在不同的年龄层 都可以更加了解一些 我想听听听大家 对赛马的经验如何 记得要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这个频道 和follow我Instagram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